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牽涉到拜登家族的電郵門醜聞 就不斷發酵 在昨天 霍氏新聞的記者 專程去採訪拜登的弟弟 Jim Biden 特地去問他 到底你怎麼看電郵門這件事 誰不知 Jim Biden一聽到記者的來意之後 馬上就老修成路 然後就對記者破口大罵 究竟他們之間的對話是怎樣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那個霍氏新聞的記者 一直在Jim Biden家外面守候他回來 當Jim Biden回到家 發現有記者在他門口守住的時候 他就知道這個人是來意不善 於是乎就馬上爆了一句 說他不想就任何的事情發表評論 當記者追問他 喂 Jim Biden到底你願不願意回答問題 Jim Biden就說 不回答 那記者就照問 當然 記者怎麼問他呢 他就說 你大哥拜登經常出來跟傳媒說 對於自己的兒子亨特在海外的生意 是毫不知情的 亦都是沒有份參與的 但是亨特的生意拍檔 波布林斯基 曾經去過我們 霍氏新聞的節目上 指控拜登說謊 而這位波布林斯基還曾經指出 說亨特和你Jim Biden本人曾經要求他 走去跟拜登見面 那究竟見什麼呢 好了 這個 Jim Biden就開始發脾氣了 他就說 你在說什麼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來騷擾我 於是乎 就走人了 實情這個 拜登的弟弟Jim Biden 這次就是學聰了 想著炸傻扮懵 當是沒有一回事 打發的記者走就算了 他也免得說多錯多 這一招就吸取了教訓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時候 在2018年的時候 有個紐約時報的記者就去找 Jim Biden 當時這個Jim Biden透露了多少何志平事件的風聲 他不小心爆響口就說 當時何志平曾經打過電話給我Jim Biden求救 我當時還以為他是應該找 亨特的 他那時候說過這些說話 其實就是爆響口 漏了一些口風出來 原本我估計亨特就不預計 會說這番說話 誰知道他就說了 於是不知道是不是被他家族下了風口令 現在就不說那麼多 免得說那麼多端藝出來 只會那些記者就逐樣東西拿去坐 所以這傢伙現在就索性不說任何東西 只不過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若然你這個 Jim Biden是真的清白 根本上就不需要懼怕那些記者提問 他要問你就讓他問到夠 你就讓他打爛沙盆問到督 一個人是清白的時候 無論霍氏那個記者 怎樣裝你屁股架 怎樣裝你彈弓 根本上你都不會踩到沙盆那裏 你沒有做過就沒有做過 你清白就清白 哪怕他問到夠 現在不是的 不讓別人問的 不敢回答 難免被人聯想到究竟你這個 Jim Biden到底是不是新有史 不敢回答 又或者是說多錯多 怕著又不知道爆響口說錯了什麼 人家有這樣的聯想是正常的 因為你應該站出來回答 好 接著就說一下一些經濟數據 那些主流媒體又再來冷處理 原來 美國經濟在第3季度 即是7月至9月 創下了破紀錄的33.1%的增長 數據同時也顯示 受惠於第3季度的經濟增長 個人消費支出也增加了40.7% 同時也是創下了歷史紀錄的 而商業投資就增加了83% 住房的開支就增加了59.3% 都是錄得了強勁的增長 這些數字當然對於特朗普的選情來說 就是打下了一支的強心針 就證明得到在特朗普的管治之下 哪怕是面對著這個席卷全球的武肺疫情也好 他總有辦法能夠令到美國的經濟 很迅速地站穩 這個是特朗普的優勝之處 其實很多次的民意調查當中也都發現得到 美國的民眾對於特朗普的經濟政策 是認為他比較可取 反之拜登一美就只懂得加稅 他加稅不是對中國的商品加稅 而是對於美國國內的民眾加稅 一加稅有什麼問題 就是緊縮消費 緊縮消費有什麼問題 那個經濟增長就會放緩 哪有這麼白癡才行 所以難怪美國的著名黑人HIPHOP歌手 Fifty Cent 他都表態支持特朗普 因為他怕了拜登的加稅政策 好了 現在 美國的選情究竟是怎樣 實情有九個搖擺州 一共有九個搖擺州 分別就是德州 德州比較意外 因為在上一屆 特朗普在德州就贏 希拉尼百分之九 但是現在德州近四年 那些大城市就多了很多 自由派 俗稱左膠 去了那些城市居住 所以就搞到 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 咬得很緊 但是我相信特朗普都會贏 因為那些鄉郊地區 基本上很多 仍然都是深紅的 而且特朗普的支持者 尤其是住在郊區的那些 更加隱藏自己的投票意向 比較多 所以德州我認為特朗普沒有問題 有九個搖擺州 德州 俄亨俄州 喬治亞州 佛羅里達州 愛荷華州 北卡羅來納州 阿里桑拿州 賓州 和明尼蘇達州 這九個州 在這九個搖擺州當中 特朗普可以說是要全部 全部 他才有機會連任 至於拜登方面是怎樣 一般的統計就是這樣 就說他只需要在這九個搖擺州當中 拿下五個 他就坐定粒粒了 不過現在看來的選情 真的越咬越緊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看 到底那些 提前投票和郵機投票 那些數據究竟是怎樣 先說佛羅里達州 這是最重要的州份 因為選舉人票最多 共和黨的支持者 275萬人投票 民主黨支持者 296萬人投票 民主黨僅僅領先20萬人 去到28號的數字 還是領先的20萬 很大機會 在投票當日會翻盤 因為特朗普的支持者 傾向於正式投票那天 才出沒 所以那天就會去灌票 佛羅里達州 相對的選情 比較穩定 北卡羅來納州 民主黨支持者 142萬 共和黨支持者 112萬 民主黨就暫時領先30萬票 都是 那個幅度很窄 可以翻得到盤 阿里桑拿州 民主黨 78萬票 共和黨 70萬票 當然現在這個數字 假設 你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就會傳投拜登 共和黨的支持者 就會傳投特朗普 這樣算 當然實際上就一定不會的 最多就是九成 民主黨的支持者 大概九成就投拜登 共和黨的支持者 大概九成多點就是投特朗普 因為每一次的選舉 都不會說那個政黨的人 一定要投回那個候選人 界界都不會百分之八 但是現在暫時 由於未曾點票 所以我們暫時看著這個數據 都算是準的 多多少少 民主黨在阿里桑拿州 領先只有七萬多票 不多 所以這些完全是可以翻得到盤的數字 反而在賓州 民主黨就是支持者 一百三十五萬人投票 共和黨 只有四十二萬多人投票 相距有九十二萬票 這個追落後就要緊要 到底 特朗普和共和黨 可以在11月3日 動員到多少支持者 出來投票 這個就是對他有一個考驗 因為現在你這樣 差九十幾萬票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除非你說當日能夠鼓動到很多人 那天出來 都不奇怪 我認為這個世界一定有奇蹟 就不需要太擔心 這件事 至於內華達州 民主黨暫時領先 四萬四千票 其他那些州份 就沒有相關的數據 九個搖擺州當中 其實暫時落後 最多就是賓州 希望特朗普就可以 盡他最後的努力 在未來的四五天 繼續在搖擺州 充斥 他現在就主打這個經濟牌 他就不再說更多其他的什麼 對話政策 或者是什麼拜登的醜聞 大家都知道 已經是臭到 臭屎脈 都蓋不住了 所以現在他主打就是那個經濟牌 他就是主打可以挽救得到美國的經濟 這個對於選民的感覺來說 一定是最實際的 因為投得你的時候 當然希望自己的生活質素提升 當然 感覺上 而且現在比起四年之前 大部分人都說 過半數的人都說 是過得好了 這個對於特朗普來說 絕對就是一個有利數據 當然在這九個搖擺州份當中 特朗普就絕不可失 希望上帝會保守他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